两岸事务官方代表首次会面 随行采访的媒体近百人 但是中共方面却拒绝媒体入境 对此台湾新闻记者协会 与国际记者组织都发表声明 谴责中共强害新闻自由 以拒绝入境的方式来达到寒蝉效应 进而使其他的媒体自我涉嫌 王章会周二登场 中共拒绝苹果日报 自由亚洲记者入境 台湾记者协会谴责中共 无理由封杀特定媒体 并要求陆委会应该向中共表达抗议 这是一个严重违背新闻自由 以及践踏记者采访权的事情 那我们认为陆委会在出发前 明天出发前应该对此 再表达更严重的抗议 记者协会指出 中共钳制新闻自由 践踏记者采访权 封杀特定媒体达到寒蝉效应 使其他媒体自我限缩 不敢触怒中共 以保有媒体事业能够在中国经营 他会让其他的媒体说 他们这两家媒体是不是 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 让中国政府不满意 不喜欢 所以没有办法去 那这些媒体就会不敢触碰 这些可能的红线 那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让媒体自己自我审查 然后去迎合中国政府的喜好 2008年两岸恢复谈判以来 台湾方面从未对中国媒体 有任何限制 记者协会认为 中共赤裸裸破坏新闻自由 却主张两岸媒体互设常驻机构 自相矛盾 要求中共应该先确保记者采访权 包括我台湾记者到中国的 人身自由 采访自由 报导自由 行动自由 还有我的资讯流通自由 等等都应该受到保障 再来谈所谓的两岸互设媒体机构 否则的话 你只单单谈两岸互设媒体机构 其实从公共利益上来说 它对台湾是没有帮助的 国际记者组织也刊登声明 谴责中共的做法破坏新闻自由 指出先前纽约时报记者 也遭到中共拒发签证 认为这是中共当局一贯 操控媒体的做法 新唐人也的电视 高镇轮流自营 台湾台北报导 在到公共的户口上 政府筑 防茭 公共避